豆铺苍穹是非常著名的小说 曾经多次拿下最受欢迎的作品 也是天残土豆的成名作 小说讲述的是硝烟本来是天赋异禀的天才 结果机缘巧合被封印 之后母亲又被强行带走 在家族中因为突然之间没有斗气 遭受了各种冷眼还被退婚 之后在夜至钟耀晨的帮助下 和寻闻拯救世界的故事 如今电视剧斗破苍穹剧照流出 许多援助党都希望能够让作品最高程度的还人小说 结果看到那些照片 也惹网友纷纷选择器具 小说中斗气可以画意义的斗地强者 竟然要靠着骑马去赶路 正加夸张的是 绝世大美女竟然是林俊来扮演 男主人公是无尾出演 都知道斗破苍穹出过动漫版本 当时的漫画也算是把观众心目中的人物 都做到了精准描写 尤其是特效的处理 在电视剧中 很多情节本来就没办法更好地被照顾到 陈楚河扮演的要陈还是很鲜的 只是头发造型有些无语 网友表示太多了 应该适当减少 不知道是不是林俊出演美人鱼的缘故 现在看他演什么 都有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大概是这类小说 本来主人公的塑造就充满了难度 动漫能更加真实的 把服装和一镜创造得很好 比起来电视剧就差了太大 对于玄幻一类的作品 特效绝对不是唯一的出路 在作品开始播出的时候 你还会选择看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